你知道西游《降魔》片中最惨的演员是谁吗 没错 他就是喷雪哥杨迪 之所以说他惨 是因为杨迪在片中的造型实在太丑 以至于亲妈都认不出了 虽然我带我妈去电影院看 我妈说 哪个是你啊 你把我画的我妈都不认识 我还有我们学校的那个领导去看 听出了我的声音 回去以后说 杨迪现在不得了 在电影里面配音 看到这儿你或许会有一个疑问 一个都没有参与过任何电影的小角色 怎么会被星爷看上的呢 那都是因为他当年的一档《表情帝》节目太出圈了 让星爷知道了有杨迪这样一个人 我有一同事他跟我说 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叫《表情帝》吗 真的假的 我说《表情帝》 在看完视频后 星爷当即就让工作人员联系杨迪 一定要把这个怪物给我找来 但当时的杨迪在上海刚录完节目 一下波就发现有二十几个未接来电和短信 短信上说自己是比高传媒的 周星之想要见他 而杨迪以为是骗子就没有理会 直到对方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证明身份 他这才回拨电话 没想到电话那头的正是星爷本人 邀请他去香港试戏 所以才有了这次合作 下面这位同样是星爷亲自邀请 却被当成了骗子 星爷在筹备西游项目片时 本来是要找马云来也松轰的 但马云接到剧组的电话后 误以为是骗子 就以没档期为由拒绝了 等后来发现真是星爷邀请后 马云表示非常后悔 很多网友评论 如果马云真的出演 那么票房至少得50亿往上走 虽然最后没有出演 但也点燃了马云的电影梦 于是动有超能力 给自己拍了部攻守刀 打败了各路无数明星 也算是彻底过了把演员引 没起来马云的星爷 又想到邀请黄博来出演 但同样被拒绝 理由是孙悟空这个角色太经典了 他怕驾驭不住 周星驰已经演过这个孙悟空 而且他塑造的如此之深刻及完整 在观众心里边已经留下了 很深很深的印象 我说 周星驰你这个山太高了 我翻不过去了 接连被拒绝三次之后 星爷问黄博有没有看剧本 如果你来演你会怎么演 黄博说自己想过了 要是一个人被关了500年 肯定已经白发苍苍 还有点神经质 星爷听完非常高兴 我觉得你想的比我还好 那就这样演呗 最后被星爷肯定了的黄博 而决定挑战一下孙悟空 就这样短短十几分钟 一个被封印500年超高发际线 爆牙且满头白发的孙悟空诞生了 也颠覆了大家对孙悟空的刻板印象 其原因也非常简单 而另一位演过孙悟空的演员 曾在公开赏课炮红周星驰 说了拍的孙悟空太过儿戏 并要求主创人员向全国人民谢罪 六小凉头还多次暗保周星驰 大话西游里的孙悟空 屌儿郎当 一不三患有的走路方式 然而 西游记原著里是有描写孙悟空横担铁棒的 其实西游项目篇里的孙悟空 是最符合原著形象的 在原著西游记中 孙悟空生来丑陋 身高不足四尺 大约一米三的样子 长相尖嘴刺牙 圆头毛脸 片中不仅完整地还原了孙悟空的真实样貌 更宣示了原著狂傲且兽性的一面 现在的六小凉头 已经把美猴王当成了自己敛财的专利 一旦有人进行改编 就指责其人妖不分 颠倒是非 结果自己转身代言那种 以西游记为噱头的垃圾手游 甚至在《沙河上言怀里》的《忌日当天》 宣传自己的新电影 真是没谁了 而这样的事情 他做过不止一次 2017年 杨洁导演一心脏病抢救无效 离开人世 可六小凉头竟然在恩师的葬礼上 以悼念之名 公然卖天 继承杨洁导演对艺术这样的一种执着 坚毅一种精神 只有用我下半年时间开机的 中美合拍的西游记的电影 六小凉头这番忘恩负义的举动 算不算是最大的恶搞呢